进攻时间所剩无几,黎虎翼连续地跨下变相摆脱,一个后仰尖气鼓励,三分位重。 这一刻仿佛梦回东莞主场耳边响起黎虎翼加油的声音。 分差由领先15分被追到了个位数,又是黎虎翼站了出来,45度一记三分稳定住了局势。 当第四节领先了21分的时候,对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连追10分,分差只有11分了。 这次又是黎虎翼,挡拆之后发现对方中锋不断沉退,罚球线附近的一个小炮筒稳稳利重。 增肌之后,曾经一段时间虎子投射不稳定,但随着热身赛的进行,看来已经重塑了肌肉记忆。 上赛季在总决赛都有了稳定轮换时间的黎虎翼,相信下赛季才会成为怪罗合格的体股。